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身边的保姆朋友们几乎每天都带在家里避免外出 但我还是每天都带小孩外出 因为随着孩子年纪增长 室内游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体力消耗 所以我都带他们到家附近的历史博物馆走路运动 而且例行师父教导的三步五多六绝招 外出时协助孩子们戴上帽子 口罩来防疫 提醒他们外出要保持安全距离 我也随身携带酒精 如果需要的时候也能使用 让他们能安全地在户外看看花花草草 看小鱼 鸭 红罐水鸡及乌龟 在池塘里悠游自在 也因此在使博馆结交了几位会固定带小孩去活动的家长 彼此让小孩在同才的相处下 能够学习排队打招呼 以及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玩具 增进彼此的情谊 孩子们每天都很期待出门活动 回家进门前我跟小朋友都会先把双手洗干净 才进入室内 接着马上帮小朋友洗澡 将身上的脏污清洗干净 然后张罗孩子们快乐地用餐 午休等待晚上父母将小孩接回 每天我都会用感恩心真诚心去对待孩子 所以家长都很放心地将小孩交给我照顾 我也因此赢得家长的信赖 彼此也都沟通无障碍 挑战